送进宿舍的饭菜 免费发放防护用品 每天定时测量体温 1月29号 中心社记者来到武汉大学探访 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徐辉介绍 寒假期间 武汉大学共有648名流汉国际学生 其中500名学生分住在三片校舍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学院每天巡查宿舍 定时清点学生人数并进行体温检测 统计上报身体不适者整治情况 发放个人防护用品 并建议学生非特殊原因不要离开武汉 截至1月28号 648名流汉国际学生尚未发现疑似或确诊感染案例 学生状态整体良好 情绪基本稳定 我们学校给我们每一个留学生都配发了口罩 我们每天对学生宿舍进行一对一的巡查 就是帮助学生测量体温 一旦发现学生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 我们会积极地敦促他到校内就医 根据医院诊疗的结果和建议 我们会进行跟进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这方面的防控做得非常的到位 疑似和确诊的都没有 在27号起还为每一个留学生提供 免费提供一日三餐 送到这个寝室楼的门口 尽量满足我们的学生在校内 就可以享受到所有生活上的便利服务 因此来讲整体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正在等待领取晚饭的俄罗斯留学生莫利告诉记者 学校的防疫措施很到位 并为他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物资 自己现在并不担心 对于目前武汉疫情的发展情况 同样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李嘉宜表示 自己并未时刻保持关注 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 自己将与武汉同在不会离开 我的家庭知道这种疫苗 我已经认识了他们 中国政府在我们照顾 我全心地感谢中国政府的 这种状态的状态 我的祝福是中国人民和武汉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妈妈不要担心我们很好 武汉我们永不放开你 武汉加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您好 ahlt 辛勨 冒 山 佛 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